筆在畫的時候呢 你們筆呢 大部分都是把墨調到超過一半的地方 是喔 對 所以為什麼你們墨色常常會髒掉就是這個原因 筆 調墨的時候呢 盡量不要超過筆的一半 盡量啦 除非你能夠用的很好 因為你拿超過一半是比較危險 因為通常你們斜度不夠 你沒有辦法用到底度後面的墨水的淡墨 所以如果你調到超過一半的話 你是這樣立起來的話 那整張就是灼掉的 好 那麼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看我現在 調墨喔 我現在 筆的墨裡面是飽滿的 水分也是飽滿的 我現在在畫一座山喔 筆先朝上沒有錯 那你一下去的時候呢 水分很多 這個時候呢 你不用急著把它往下拉 你要把 你筆上的水分消耗掉 筆上面的水分喔 就是你看我整支筆壓下去對不對 好 來到這裡的時候乾了 你才往這邊刷 才往這邊刷 好 不然你就會 你如果還很吃的時候 直接刷下來 你這邊很漂亮的墨色 它就跟著暈出來了 所以我怎麼說 老師我命你就有墨色阿 我命就有整支阿 可是它乾掉之後它就往下 就渲染出來 所以現在乾掉而且淡了 乾就是淡啦 乾就是淡啦 乾就是淡 再把 用這個斜側的筆 這樣把它刷下來 這樣把它刷下來 然後這一片山呢 我們再去分凹凸的感覺 這個山頭 你也可以做個整理 你看我剛剛是隨便拍 可是這個山頭的起伏 你現在就要再做整理喔 這邊比較破碎的 我就把它整理起來 好 這邊 這邊 然後這裡也是 這邊也可以做出 因為這邊都比較濕潤的感覺嘛 那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 做一些 那個岩石裸露出來的樣子 有沒有 然後這邊就是 一塊一塊的 就出來了 這邊就可以接那個 所謂的 馬牙村之類的 一片一片 一格一格 的那種石頭 就可以接出來了 然後呢 也可以在 因為 這個石頭縫裡面 一定會有一些比較暗的 比較陰暗的 或者是甚至一些植物 都可能出現 對 所以其中還可以 再把它渲染開來 好像在點胎 的感覺一樣 有沒有 好 這邊 也可以再延伸上去 那這裡既然我們要接雲海的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 讓它保持這樣 很破碎 然後 有非白的效果 然後再 稍微刷下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好 我們現在接著 把那個雲 再畫多一點給你們看 那你就是 春 能夠做出 這樣子的感覺之後 現在 這個 這個程度 你無論想要直接 著色 還是 上墨再著色 就不會有太大的隔閡 啊 你會覺得說 如果說你這個層次 墨色的層次不夠 你直接著色的話 那個效果也不是很影響 就是這樣來的 好 好 那麼 好 我從這邊開始做 從這邊 這邊繼續往上帶 一筆一筆 然後記得 要常去 這個 調這個墨色 我幾乎都是呢 畫幾筆啊 就去調墨 就是沾水 沾水 然後在盤子這邊 稍微 再調一下 你只要沾水 再刮 他的層次就 淡一層 沾水再刮 淡一層 畫上去 沾水再刮 好 再畫上去 又更淡一層 所以層次是這樣堆疊出來 好 這裡也是一樣 有時候我會用這樣子 整片的模式 因為這個是比較邊邊 所以有時候啊 我就會用整片 大筆觸 然後把這個筆呢 插開這樣 變成扁平的 但是他有點斜切口的感覺 好 我現在再把它加水 有沒有 再把這裡的 層次呢 再繼續往上畫 所以就是這樣子啊 你要畫 畫開的時候 我現在 再做一次整理 你看喔 我這邊再畫一朵雲 這邊再畫一朵雲 好 從這裡 這是一個山頭 我要這邊畫一朵雲 好到這裡喔 然後我上面要畫開對不對 我畫開 我一直畫上去 是不可能會畫開的 然後我只沾水 再來畫 也不行 沾水 刮一刮 變成淡一層 這邊再擠一層上去 好 然後再沾水 再刮一刮 再擠一層上去 好 那筆觸一定是斜側 不要這樣子 斜側的 好 因為我們墨色 我們後面保持都是比較淡的水 好 然後筆尖只有淡墨而已 所以如果你這樣子的話 你只會用到淡墨 那你這樣子的話 它就會淡墨加更淡的水 然後一直到最後一層 你才可以直接刷水 有沒有 這樣就是直接不見了 那這個角度 如果你不是很喜歡 我們就再拿回一點點 比較濃的墨色 我們這邊把它點出來 這邊把它點出來 它這個造型就不一樣 把它點出來 好 好 那我們再進去往這邊 那這裡怎麼走呢 其實這一整塊啊 這個雲是從這邊下來 所以呢 你要這層山跟後面這層山 它還是會有一個雲層的間隔 所以呢 我們就要有一層雲 從這邊蓋過去 所以我們通常 我會這樣做 好 從這邊蓋過來 那這個尖尖的地方 一定要讓它模糊掉 好 讓它不知道從哪裡開始 好 然後 這裡的 要畫這一層的時候 你可以先把這一層安排出來 因為我們後面有一層山嘛 對不對 所以先把這層山的雲 先安排出來 你就可以看出 底下這一層雲的那個角度 好 那這兩層 這兩座山 的間隔啊 這座山的上面這裡 一定要染 就當成這座山的景深 那至於染多高 不用怕這個 這個擺不見掉 沒有關係 因為這邊夠就好 這邊先把它染上去再縮 它也許跟這座山呢 靠得很近也沒關係 那後面這個呢 染上去 就直接刷水就好 所以這邊就 薄薄的一層雲帶 好 那這一層的話呢 你要再細也可以喔 就 我從這一朵雲 分一朵出來 然後這一朵雲呢 再分一朵出來 然後在這裡拉平 有沒有 所以這個雲的走勢就是 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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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滾 這樣看得懂嗎 現在平的好像 我看你筆是拿寫的 對啊 只摸一次而已耶 我看你只摸一次啊 對啊 我筆一直是拿寫的 大概不是只摸一次而已 對啊 有一些比較扁的 譬如說這個比較扁 它層次沒有那麼厚嘛 所以你就不用抹太多次 你就是這樣 但是 當你這樣下去的時候 筆這樣下去的時候 已經有層次了 是喔 啊你通常就是這樣 對啊 你就是這樣 沒有啦 只是重要 不夠這樣 沒有你那麼斜就對了 所以說 我是這樣子這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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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無論是 春的時候 染的時候 你調墨啊 都是調在筆尖而已 後面都是很淡的水分 如果你調太黑 你又斜度不夠 你的層次就出不來 就是這樣 好我們再畫 再畫一下 哈哈